今集再来转入少论施政报告的其中一个重点 因为政府都说 接下来要搞低空经济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低空经济 是解那些无人机 我很粗钱理解 到处乘搬货 取代顺风哥哥 起我眼中就是这样 所以今集和巴洛和Victor 讲一讲低空经济 Lori 你已经讲了八成 非来非去 但是严格的 要把它分类大约有五六款 第一款的话大家都最熟悉了 逢新喜庆节日 你都会看到香港政府 安排 或者是内地 深圳政府 或者其他的大湾区里的各大城市都会庆祝的 就是找一些无人机 亮灯好像亮灯意识那样 做一些3D模特是可以漏洞的 在一个很大的天空上面 做到一些烟花做不到的动作或者体验 这个就是一个商业上的recreational用处 这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接着第二种 第二种就好像有St.Laurie 这些东西飞来飞去运营 就是运营的美团 是的美团 我点了大众点评 我看中了这件事 麻烦你马上送来 有飞机那些无人机 就把你的饭盒送到他们指定的平台 你就去那里取材 这个就是第二种 这种无人机的衍生度 不单只是送外卖 比如说平时是做一些 比较上来说是time sensitive的 网上的commerce 网上的网购 都可能是会用到的 对 都会用到的 接着第三种 第三种通常会用在哪里呢 会用在农牧 即是agriculture 比如说耍药 在栋域那里 这一类型我们在创科项目是看得最多的 因为有很多的有些是内地的朋友 你知道内地是地大很广阔 很多农场很多那些田 所以低空经济应用无人机在那个层面 其实是很有用的 第四个呢 说到商业应用的层面 那就不少了 这个就是我们香港的很多创业团队 其实都是在做的了 就是检阅一些建筑 或者一些电纜 OK 那就用那些飞机 就是远距离 当然是要指定法例 上面我们香港民航局 有一个相当严谨的法例 有很多时候就太严谨 一会再讲一讲 OK 那就在一个指定的距离里面 就是去找无人机去拍照 或者是一路观察那个物件 那就可以是很 相对来说是安全地 不需要用人手 去找那些吊机去做这个operation 就是搭盘去看 是的 那就危险很多了 如果用真人去搭盘去看的话 那现在我们用无人机 就安全很多 和方便很多 成本也都低很多 那接着就是第五个 就是真的坐人的无人机 那些就我们 是的 那些就叫AirTaxi 就是EVTor 那就是说是真的坐人的 Anywhere 就大家是无人的 那些你就这样上去那个机那里 就好像直升机 当然是像Drum那样 但是它的功能 基本上就跟直升机一样了 那就坐到一个人 我们可以去到三四个人 那样 第六个就是军事用途 军事用途就是侦察 是的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一听上去都挺惊喜的 原来可以做这么多样东西 可行性有多大呢 每一个范畴都不同的 有些范畴可能性低 有些范畴可能性非常高 那就是好像刚才跟你说 Archiculture那边 就是农牧那边 已经是很有用的 是绝对有用的 香港还有农牧吗 香港是难一点的 所以我就说要看范畴 看范畴和看地点 究竟是哪个城市应该利用哪一类型的低空经济的项目 这个就变成重点 每一个城市都不同 如果本身的城市是以耕种为主导的 那么它的低空经济的主力 就会放在范畴用来耍药 或者是用来观察那些蝗虫的地方 明白明白 我刚才听到很多层面应用 其中一个说起庆的那方面 其实我看回最近那些国庆会演 深圳吸引了很多人走上去看 那些无人机表现 吸引了百多万民众去的 电视也有播 香港那个好像说 不知道是不是下雨 还是天气的原因就死不了 太阳风暴 太阳风暴 那是不是真的 还是香港那些无人机的操控技术 好像深圳那么厉害呢 我不知道 那模特性来说的话 如果你说好像我们上一集也有说大疆 大疆基本上就是全球占了七成 七成的市场占 那接下来那两成和一成 一间就是美国公司 另一间就是法国公司 那就分裂了 但是基本上大疆是独步天下的 是 所以如果你说是从科技的角度 其实分别不大 反而就是说法制方面 还有它有那个公司 就是做无人机表现的公司 它有几斤最新的版本 去运行它的流程 但是法制始终是最重要的事 香港的法制的确是非常厌劲 比在内地来说厌劲很多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让你起飞 所以一有什么事 都可能会触到民航局里的 循称是说 都是不好了 为了稳定起见 就是说不想触犯任何的罚 万一真的出意外的话 真是很大件事 所以就在法制的情况之下 很多时候就算可能是一些 比我说来说 可能未必真的会影响到硬件 或者软件的 但是都可能是会被杀停的 明白 我看到那些表演的时候 他们写了一些不同的标准出来的 那些图案 其实是那间公司去做这个设计 就是买个无人机回来做 还是在大疆那里已经设定了 你自己开着机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有很多 譬如说我们 因为我自己是设计者出身 在职局那里我自己也是研发了很多的程式 这些很久了 就是你说那些3D 动来动去 做叮当在那里 或者多拉拉梦 在那里笑笑口 或者有红猫在那里拍拍一下 那些很久了 很热 对我们程式人员来说 It's nothing 十几年前已经有了 我们Stanford来说 我们一早已经是有Swarm的Drome 已经是有程式去做这些 因为在我的角度我觉得 很厉害 怎样控制到二千多步都不出错呢 其实你可以当是一个电视机的萤幕 是一样的 萤幕基本上就将一些Pixel的定位 是去经过一个Algorithm 去再展示出来 而Algorithm是POW 是可以制造到一个Animation出来 就是这么简单 明白 其他的全部都是电脑数据输入 你有多少架无人机 就等于你的萤幕有多少个Pixel 有多少个点 两点 就是这么简单 我只听到这些喜庆的节日应用 其实也不是产生了什么经济效益 出来都是大家课分看开心 但是他表演那间公司 因为有经济效益 是的 譬如说刚才说到 不知道是否第二个用途 我们说的是 运输美团送外卖那些 其实现在在香港 可以应用的空间又有多大呢 因为我在想香港的建议 是极密密密密密的 我想象不到 在闹市中间穿梭 在九龙城里面 那两个建议穿过 不行 因为现在我们看回 如果上民航局的法制 那个regulation 订出来 其实是很严谨的 基本上以我们香港这么密集 一栋楼和一栋楼之间 这么近的距离 基本上是没可能可以做得到 即使是 就算是将我们每一栋大厦的天台 预计来做降落的话 都未必合愧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太多牙类屋了 太多牙类屋了 所以基本上要下去 某一栋大厦的天台 是很近地飞过某一栋大厦的另一个天台 因为香港高低不齐 除非你飞到三万尺高空向下 你没那么准 是的 有那么准 不过相对来说 都未必可以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就算你相对很高 慢慢垂直地落下 就像Elon Musk那些火箭 是有的 这些全部我们在open source 有些程式做到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下来那一刻 旁边那栋楼都很近的 又犯了法了 是的 于是你那栋楼和旁边那栋楼的距离 已经不合法了 是的 所以其实是很难做的 一定要修例 所以到最后都是regulation 但是一去到修例 大家就很紧张 因为那些飞楼都危险的 因为它在那里转的 是的 如果说你拼到人都不得了 皮可肉烂的 因为我在我心里想到最正的就是这些 我订阅了他们的窗口 在我家的窗口 所以现在你看到唯一就是 为什么 比如说深圳做得算是成功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大 还有他们落地那一刻 那个landing take off and landing 我们刚才说 landing那一刻 他们一定是找一些空抗的空间 就让那个购买者 或者是他那个负责做运输的人 去当地那里pick up pick up了之后 跟着才是去拿给那个购买者 是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公开 很开扬的空间 来做一个降落平台 或者起飞平台 因为新闻透视都看到 有一个在公园里面 在公园里面这样落 但其实都是一个指定的洞 一定要指定 所以最后派的那段路 都要靠人派 所以last mile始终都存在 是一个密集 例如香港这样的城市 last mile delivery 一定存在 我就想到衍生多了这个公众 就是鞭脚的公众 但是鞭脚的公众本身也存在 存在 但问题是更加多为低空经济鞭脚而设的外卖员 在这个层面上我立即联想到如果可行的话 就是省了那个鞭脚和放点的位置 那段路的交通 因为交通就不需要在路上走 而且问题是将来可能那些外卖员 不用通过香港的周围 只是负责放点 就这样拿来拿去 拿来拿去 可能那条村就派了这么多屋 但其实机械robot的成本 可能成本后面更低 我想象到会是这样 如果真的行得到 我想鞭脚去到那个屋邨 我当是屋远 屋邨有点空旷的 放进去 然后可能有机械人就去派每栋楼 因为机械人只需要学这栋楼的结构就行了 他不需要学整条屋邨的结构 可能迟些会每家每户都有自己一个 专利收集外卖的机械人 他有配置在管理署那里 我明白 这件事香港我想我们要迟很多步 因为未去到这一部分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又问一问法乐 低空经济政府也挺重点的说 现在这样听下去 我暂时听到只是活动那里 做娱乐的用途 可以有少少经济效益 但是送货应该暂时看不到 在改变之前可以做到什么 香港还能做到什么 送货那里如果规划得好都可以 就像刚才Viktor所说 就是last mile delivery 最后一程的运输要做得有个接合位 配合得到 譬如说我们香港每一区 我们都建一个公众的平台出来 那个平台一定安全的 周围是没有娱乐高楼大厦的 没有小朋友在那里走来走去 我们每一个区都定一个这些位 然后所有的接货员就在那里 pick up 做last mile delivery 做最后一程的运输 做得到的 但问题是规划方面法制方面一定要改动 明白明白 而且要尽快改动 因为现在如果你看回施政报告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今年 就是创业的朋友又回来 如果你想做低空经济的 business model的话 今年年尾就要设计你的 application 下年年初就会做沙盘的试验测试 但是这样送过的话 你要当18区都有一个 其实都是解决了 譬如说真的有些货送货 譬如说我订了一些化妆板 在哪里送过来的 站着 pick up 但是更加多人应用的就是外卖 外卖其实我在屯门 我不会金钟个 order 我屯门都是下旁边的村 其实这件事又不是很在意 不不不不 Lori你讲了一个重点 为什么要用Drome来送食物 就是因为譬如说 我突然很想吃深圳烧鲍 要脆皮 哇那我真的要 那几分钟的要送到 因为如果正常来说 我自己可能是 譬如说住港岛区 那才算了 突然想吃深圳烧鲍 来到都淋了 是吧 所以其实有卖点 问题就是说究竟那个 economic model和法制方面 能不能够做到一个平衡 做到平衡的话 那些人是愿意给这个premium 是去吃新鲜的深圳烧鲍 过境帮人买外卖的那些人 又在银仔组 是的 如果这个波弹可以解决到 我可以订 深圳的泰尔酸菜鱼 在那里送过来 未来将会一个 颇翻天覆地的 因为技术上完全可行 深圳我订过潮州火锅牛肉 香港也吃不到的 香港的泰尔酸菜鱼就可以了 因为人家便宜很多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某程度上是 因为以前你那些民生区的小店 是因为下方便 但假设可以在你家的露台 做一个 delivery point 不过这个是很精进的 他来到我楼楼下的大堂 我都很棒了 或者他拿回数我都很棒了 我们讨论了放烟花 讨论了送货 那大厦维修方面是怎样的呢 大厦维修是绝对有潜能的 所以又是回到法制安全性问题了 因为我们香港太多太密集了 所以有时你说只是做那些大厦管理的工程 虽然现在有吊船 但就非常危险的 所以低空经济绝对是帮到这一番 但问题就是法制方面一定要有所调整 调整得来也都是要本身的无人机那里 可能是要真的做到一个安全的验证 是令到政府的当局 信得过 是一定要信得过 不会突然撞到我们的玻璃里 撞到屋里面 或者是私隐问题 哇你拍了人家的屋里面的东西 这样就不是那么好 所以法制方面一定要守得很紧 紧之余又要松 因为太紧的话 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不需要是一个平衡 明白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知不知道 我相信有些低空经济的出现 当然它会取代一些公众 一定有些新的公众出现了 譬如说这些管理飞行器的程式员 其实有多少人需要去管理它 一部机是否配合一个人的 其实你可以一个人控制几部机都可以 但问题当然如果你的路径是挺复杂 你越复杂交给一个人控制就会好一点 我又想到第二个公众出现了 有些电竞选手可以转工做一个无人机的驾驶员 因为它控制这些比较好 那我会浪费它 突然想到其实用人手去操控都会很快被退出了 因为如果从写程式的角度来说 其实要做一个真正自动化的 好像车那样 我们上几集都说过无人车 一模一样的其实 现在已经有了 大家上淘宝或者上片多多都看到有很多相机 你抛上去 然后它就会跟着你周围走 大约是八几元 有些几十几百元 甚至几千元都有 即是说是一个飞行器 是一个车 你一放下来 它认了你的样子之后 它就会跟着你 不停地在那里拍照 是吗 是拍视频拍照 那这个就已经是变成一个普及化 所以同样的技术 一样可以形容在送货方面 一样可以形容在建议 maintenance方面 或者形容在surveillance方面 或者形容在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那些电脑控制的回燕方面 其实听说亚马逊也取消了 英国好像本身有个办公室 做这些飞行器低空经济 它都取消了 其实是因为无利可逃 所以即使你想很漂亮 但现实很骨感 结果又不能做得到 是的 所以其实到最后 比如亚马逊 或者其他一些运输公司 DHL那些 他们其实都是数一盘 说得对的 到最后 应用场景和经济效益成本 一定是要合线 一定是要连一线 任何一部分连不到的话 作为商人的就会参与项目的了 是的 尽管用人送 因为人不便宜 是的 某些地方 Amazon其实都是用人送 或者用它的车子送 有个车子 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去的那些 深圳那些 mall 都会看到那些车子到处移的了 又是无人车子来的 跟着有些小朋友追着他 一追着他那些车子就停了 是很friendly的 所以就是用那些车子送 或者是在一些空抗的地点 或者是经济 如果真的要派个送货员去运货的话 那些地方可能真的有一个无人机的应用场景 所以Amazon的确是断了有一部分的无人机的营运 但是也有开到或者是币着其他部分 说到尾都是数一条 算到数有钱赚 或者有经济效益 或者是那个情况容许 用户容许的话 那就有得做 是的 那我又想问一下两位 如果政府这么大力推这个低空经济的时候 那我就这样听下去 有某些东西令我们方便了 还有令我们安全了 但是它不是一个经济效益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是不是产生到新的经济效益 令到大家赚多了钱 似乎以上听过一堆都不是令到大家赚多了钱的东西 是不是香港经济未必有助于改善 大疆就赚多了钱 或者是经营个operator 就是买无人机负责无人机服务 或者表演商就赚多了钱 或者我们刚才说的那个last mile delivery 就是刚才Victor有带出过last 就是最后一程的送货 那些人可能有赚多了钱 有点像那些破坏性创新 就是你炒了一部分人 令到一班人没了份工 令到新的经济抵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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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以前我们的工业革命 在说某些东西出来是全部人一起获益的 譬如说 铲油多了很多 令到能源多了大家不要一起获益 这个一定是 但这是令到另一班人的公布去帮到另一班人 Lori你又带出了一个很创新的观察点 低空经济其中一个优惠就是它用电的 哦哦 电背后可以是Eco Friendly 可以是风能可以是太阳能产电 比起柴油机或者蒸汽机的话 你看到分别是Eco Friendly 是可以Eco Friendly 是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亮点 从ESG的角度 是对环保都可以作一分贡献 我们刚才讨论了几个用途 我们说到低空经济混人这件事 其实是否真的好行呢 是否危险呢 这个又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你说去到一个自动驾驶的模式的话 那风险程度其实是可以低于人手去驾驶的 是的 因为始终是电脑的话 除非它遇到一些很突发的事情 这个就要看下 这个浪漫会大事 也不会的 因为它是自动的 它的感觉要看下它本身的供应商用什么感觉 如果你说是好像Tesla这样 它用回镜头的 这样的话就跟人的感官其实一模一样 是的 如果是下大雨或者下大雪 或者是很大霧的 那的确是有问题的 而如果人体有问题的话 那机体就是模型机体一样有问题 那这样就不让起飞了 但是如果空中这样撞来撞去 那会不会撞呢 这个就算好像 空域的问题 是的 还有如果你说撞来撞去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abstraction的thinking process来的 就等于我们刚才一开始说表现那里 一模一样 就是Pixel和Pixel之间不会撞的 他们会自己聊天 会聊天 自己会聊天 是的自己会聊天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做无人车都是一样的 我们自己车和车 无人车和无人车自己会聊天 永远不会撞的 我们有国际标准的 有国际标准 是规定大家无人机和无人车和无人车会自己聊天 那是否可以省很多时间 因为譬如我在新界飞去北角 就好像直升机那样 基本上你当它是直升机的速度差不多 当然是可以是直升机的速度 有些是快一点都可以的 我想这件事不会变成大家日常上班的transportation 可能只不过是一些很premium的原因 你需要这么快 除非你去到一个全新的城市 譬如说杜拜2.0 这样就会了 城市规划 对了 因为我以前读书 我都有兴趣读urban planning那边 urban planning那边设计得好 做到你刚才所说的东西 对啊 过瘾 到时所有人都是低空经济上班 因为好像玩SIM CITY那样 你可以整个铲掉它 对了 你整个铲掉它 然后空域你再分格 是 这样就好玩 全部做到 是 香港已经是这样的 是 香港太核心了 是 作为一个核心的城市 核心太重了 要改又很难改 但我们都会看到 会有某些情况下 会用得到这些 就是用无人机去载人 希望可见的将来可以试试打破这些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和无人机相关的应用 原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玩法 我一直都觉得纯粹是送货送外卖 原来就不止的 还有用来表演 用来送人 用来检测大厦 还有农业的应用 军用 警察方面应用等等 都会看到 未来的世界会这样改变 如果真的可以推进得到的话 大家又要留意什么工种会消失了 什么工种会消失了 今天科技佬 讨论了很多很有趣的话题 希望下次再跟大家说更多的科技议题 下次见 拜拜 新频道的朋友大家好 各位如果对web 3.0 对AI 甚至是对科技佬节目内容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透过Google Form 联络我 我会和你做一个一对一咨询 小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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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